由菲我思存小说东宫改编而成的同名电视剧正在播出中 这部剧中的男女主角虽然都是新人 但因为剧情给力 男主够渣 目前豆瓣的评分已经高达7 4 月度也维持得很好 女二号赵瑟瑟成专业 《背锅侠》在东宫中 夏娃饰演的赵瑟瑟是女主角小峰彭小冉饰演的情敌 她从小就爱慕五皇子李承鄞 而李承鄞为了自己的太子之位 也一直利用赵瑟瑟 表面上装作很爱她 其实赵瑟瑟出身大将军之家 她父亲在朝中非常有势力 她对自己的婚姻是有选择权的 但赵瑟瑟受到李承鄞的甜言蜜语后 一心只想嫁给李承鄞 哪怕李承鄞已经娶了小峰做正妻 赵瑟瑟宁愿做个良帝小妾 也要嫁到太子府中 因原著小说中 李承鄞成兴许饰演 宠幸了赵瑟瑟三年 让很多人对赵瑟瑟喜欢不起来 但从东宫目前的剧情来看 赵瑟瑟并没有做过什么过分的事情 反而一直要为小峰背锅 李承鄞成兴许饰演和小峰彭小冉饰演大婚当天 赵瑟瑟作为小妾从侧门也进入了太子府 可晚上小峰不愿意与李承鄞同房 喝醉酒的李承鄞便迷迷糊糊到了赵瑟瑟的房间 但第二天当皇后知道太子没有与太子妃同房后 反而认为是赵瑟瑟故意捕获李承鄞 罚赵瑟瑟闭门思过 小峰装并不愿意陪李承鄞出席圣典 赵瑟瑟代替她去 后来皇后发现小峰是故意的 在李承鄞对小峰的袒护下 皇后又认为是赵瑟瑟故意让李承鄞去为难小峰 才导致不愿意去遇佛节 她再次惩罚了赵瑟瑟 看到这些剧情后 网友们反而有些可怜赵瑟瑟了 她不过也是真心爱上了一个人 什么都没做错 为什么要背负这些 不过在经历这些事情后 赵瑟瑟也即将要黑化了 剧粉希望她不要把矛头指向小峰 对她扎的人是李承鄞 大家都期待她能和李承鄞斗智斗勇 为自己的爱情复仇 夏娃 赵瑟瑟是她的第一个角色 赵瑟瑟能够让这么同情 也要多亏出演这个角色的夏娃 她把赵瑟瑟的可怜兮兮演得恰到好处 才会让人生起怜悯之心 其实这也是夏娃出演的第一部作品 从她社交平台来看 她目前还在上学中 会为学校的论文感到头疼 她年纪轻轻演技就能这么好 人长得也十分漂亮 希望毕业后的夏娃能够进入娱乐圈 带给大家更好的角色 东宫是一部爱情剧 但对于男主来说爱情又不是她的唯一 这大概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 会喜欢这部剧的原因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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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tså这就是这部剧然儿 感谢观看